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县市区的一个连接点就是会经过曾文熙 所以其实曾文熙就在我们 对我来说它像一条护城河一样 好像过曾文熙就是要离开大内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在山里面 但是它靠近曾文熙的一个务农的一个区域 我觉得每一个作家写自己的家乡都会有不同的策略 然后我看了这本傅明写的书 你写你的家乡台南 对 它叫修书 对 为什么要叫修书 然后你用什么样的策略描述你的台南呢 修书当然就是它有一个就是最直接的 会让人觉得说你怎么会写一封修书 因为修书它其实就是这个就是 因缘的结束那种就是修掉这样子 就是玩一个就是会把想要把这个修这个字 有另外的一个发想 就是当然它是修习啊 它可能是修职 然后可能是退休 然后可能是修学 然后可能是就是有一种人靠在树下修习 然后改修这个字 然后那时候等等的就是想要从修书 那书当然就是书写的那个意思 那修书当然那时候还会觉得就是不要再写了 或者是不写了然后去外面走一走 等等的那时候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用一个一个一个想法在里面 那那这本书的在写的进行的一个过程中 它我就会觉得就是一个一个户外写作生活 就是你离开你的宅在你的房间的那个空间 然后你往你的户外去去去去去移动 然后去奔跑然后去去谁谁这样子 然后去重新用这个方式去看你最熟悉的这个台南 你的不管是你的家或是整个你家之外一个任何一个乡镇室这样子 对 然后是当时想要去看台南的一个方式 嗯 这本书带我们透过杨复明的小时候的眼光去看 你小时候长大过的台南以及大内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小时候都在干嘛 在玩什么游戏 小朋友 乡下小朋友的生活休闲娱乐是什么 因为我很多兄弟姐 我自己我只有一个哥哥 但是我们邻居是很多 家族很大 就是堂兄弟姐妹是很多 所以是不怕没有玩伴的那一种 嗯 然后暑假的时候是最重要 因为对我来说好像夏天的记忆 热的记忆 那种气候 然后下雷震雨的记忆 西北雨 然后七月到的时候 然后然后鬼门开的时候 然后就是放暑假的时候 那两个月中 好像是我常常会在写作的时候回到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时间跟空间的那一个的一个地方去 然后那也是我觉得童年最快乐的很多 嗯 很多童年好玩的事都发现在 那那个暑假的时候 然后 呃 那当然实际 我不是 我好像从小不是一个喜欢 玩电玩的孩子 但是我们家也是有那种 红白记啊什么的 然后我家没有Game Boy 但是我家出品要有Game Boy 但是我好像不是那么喜欢玩 就是 呃就是 呃就是 有电动玩具这样子 嗯 然后很多好玩的游戏 嗯 很多好玩的回忆 因为我们家也是务农的 所以就是 田里面的回忆很多 嗯 然后我们家住在庙附近 所以庙的回忆很多 然后我们家后面还 我们自己还有三合院 所以属于三合院的那个空间 他可能给你的那一些 呃可以在那边做事 又又蛮好玩的这样子 嗯 有时候想起来都会觉得好好玩 可能那个快乐的童年 可是 在游戏当中又觉得 里面有一点点就是 可能从小就有一种就是感伤的那种情绪 呃 那时候从小就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 那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人家在出病 哦 怎麽说 然後但又想要了解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記得有小時候也是 我會很喜歡去 比如說看到哪裡人家過世 然後通常就會在路邊會有一個什麼 就是搭個棚子之間 然後就立刻騎腳踏車過去 然後我有時候會很好奇 就是就故意在那邊騎了三四趟四五趟 然後只為了看到 這種到底是誰 常常一個下午就在一個 在鄉下然後在那些路上這樣子騎了腳踏車 腳踏車也很重要 就無法用走的 就無法用走的 走的累這樣子 然後這樣四處騎四處看 所以童年是一個玩伴很多 但是也有很多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很多空間都讓人家覺得很懷念 田也好廟也好 然後三合院或者是一條巷弄 那一個在辦商室的空間 都充滿都是童年發生的那個 就是都寫滿童年的回憶這樣子 我們剛剛在節目開始之前閒聊 講到那個錄音帶這件事 空白錄音帶 好像也是你小時候很喜歡玩的遊戲 錄音帶實在是太好玩了 我玩的時候寫錄音帶這文章的時候 寫完之後自己在房間就是笑了好久 然後就覺得像北七一樣 就是錄音帶就是空白錄音帶這種東西 那錄音帶基本上就是 我們現在不太常見到這種東西 就是現在都已經網路電腦 不然就是檔案 我們那時候小學學梅雨 然後是一個很好的梅雨老師 然後要鼓勵我們鄉下孩子 去學梅雨 然後他就自己錄了那種教材給我們玩 就是複習就對了 然後那有一天我們就自己在那邊 播音複習啊 就是我們鄰居小孩子一起去學的 所以就是揪一團這樣子 就團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複習的時候 不知道有一個人就手 不知道按到了那一個 因為錄音帶會有一個紅紅的鍵啊 只要你通常你把Play跟 你按Play就是在播放而已 就是你把Play跟REC按下去的話 世界就不一樣了 就是你會開始錄音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人不小心按到 就chew很賤 就是按到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 就一直在那邊繼續講 那邊講話 因為我們好像一邊在打破課牌 來幹嘛之類的 然後後來就有人在回播的時候 就是明明是英文教材 播到一半的時候 就出現了我們在講話的聲音 然後那個時候世界已經不一樣 我們終於都知道說那個可以錄音 然後我們就常常去那個文具店買一卷 60分鐘或是90分鐘或是120分鐘 這種東西的錄音帶來玩 然後因為那時候電視的流行靈異節目啊 就會說我們要去哪裡拍鬼之類的 然後或是拍到鬼的影像 然後或是錄到鬼的聲音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會拿一個 手提一個那一個 其實就是錄收音機 然後提到我們家的古厝 就自己的家喔 自己家變鬼屋喔 自己家變成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靈異的現場 然後放在我們家的那種 古厝的神明廳那邊 因為已經變成住人嘛 只是讓它空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會說 好的我們現在就把那個錄音帶呢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收音機放在這邊 我們就假裝自己在錄節目 你是節目主持人 對我們就一選 就是自己圍在錄電視節目 他說我們大概十分鐘之後 再回來取這個錄音帶 看看會錄什麼聲音 然後就回家吃中餐這樣子 然後我只要選中午是因為 我們真的會有點怕 然後就覺得說 中午的時候陽氣很盛 然後就覺得說 那我們就逃中島 就比較不會害怕這樣子 然後就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說 好那我們就先離開吧 然後就再回去之後 然後再 真的就是大概十幾分鐘之後 再回來取那個錄音帶 然後也不敢在現場聽喔 就拿回家客廳 一群人就窩在那邊 好像一群小小科學家發現了什麼 厲害的什麼東西之類的 然後在那邊播 然後就開始聽看會錄到什麼 好好玩喔 然後因為有時候其實根本就錄不錄 因為根本就錄不到什麼東西啊 頂多就錄到比如說 可能有一些 附近有一些廣告車 宣傳車經過什麼 賣衛星座之類的 或是賣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就錄進去 或者是剛好就是 打個雷都好之類的 就不會有什麼靈異的聲音這樣 可是就 為了這種對聲音的好奇 然後著迷的不可以 喔這個遊戲玩了一個十五家 玩了不亦樂乎 然後後來很丟臉 後來就發現 我們何止可以錄 靈界的聲音呢 我們不如來錄自己的聲音好了 就開始會把自己唱歌的聲音錄下來 所以你錄製了個人的錄音帶 然後我們就小朋友 就在那邊自己在那邊唱歌自己錄 然後就很丟臉啊 就自己錄完之後立刻洗掉 那太可怕了 就是 現在還留著嗎 全部毀滅 全部毀滅 就是都沒有一個是錄下來了 然後後來就很糟糕 是因為 就是有時候 因為你不經驗拿起來播放的時候 你以為你洗乾淨了 有時候比 然後播一半的時候 就出現了你某一次錄的聲音 某一個人在唱歌啊 然後就自己的聲音 然後或者在跟誰吵架 所以那一卷錄音帶 好像是在記錄了你的一個聲音的 一個空間 以及你在聲音裡面 你們當時的對話 但是更可能是留下了 更多那時候的一些記憶之類的 對 那從聲音出來的東西 跟從影像 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可能 它可能就 對我來說聲音會比較 聲音的那種吸引力很強 你也可能 可能它後來在我的寫作裡面 它也是 有一個這樣子的關聯性 就對聲音比較敏感 然後 然後也許是因為這樣才會 小時候會對那個錄音帶 這麼的 這麼的愛不釋手 大概就是四點媽媽就回來 所以我三點半的時候就會很興奮 因為我就開始在騎游等媽媽回來 然後因為很開心啊 就想要去嚇嚇她 我就躲在騎游那種 梁柱的旁邊 就條襪的旁邊 然後想說等媽媽摩摩托車騎進來之後呢 我就哈!哈!她一聲這樣子 傅敏其實是寫家鄉 然後你也寫家人 對 你還出了一本書叫做 媽媽欠栽培 我的媽媽欠栽培 我覺得你跟媽媽之間的情感 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 我記得在這修書裡面 我讀到一個章節 就是你會寫說 因為媽媽白天去工作 然後你就會等她回家 我覺得那個心情其實還滿可愛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篇文章我記得叫做 誰在午休失眠 對 然後 可是一個午休沒有辦法睡的小朋友 說到這個就很好玩 因為我一直覺得 世界上怎麼會有午休這個行為 我是一個午休完全睡不著的人 就午休怎麼可以睡 但後來練書的時候 累了之後就真的 你就會睡了這樣子 你小朋友要午休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我鄰居都會被媽媽 因為我媽是一個職業婦女 所以她不會在家管我要不要午休 可是我的鄰居或是我的朋友們 他們媽媽有時候是在家裡面 當家庭主婦的 就會把中午時間到的時候 放學的時候就會趕他們去睡覺 其實我是很羨慕的 就是那個媽媽趕你去睡覺 讓你覺得 我也好想媽媽趕我去睡覺 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 那因為媽媽在上班不在家 對 那 因為小學的時候 有時候念半天 十二點半就放學了 然後 我 然後我媽媽是四點才會下班 那通常我 這個十二點到下午四點的一段 所謂的午後的時間 嗯 我阿嬤有時候會跟我阿嬤去田裡面 然後不去田裡面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在家 就是顧家 那 那你就要看你 開始又要 然後就無聊 無所事事的午後 那種鄉村的午後 然後熱的那種感覺 在家可能 我有時候會去文具行 買一張一塊錢的 圖畫紙 一塊 我就一天很可 然後就白色的 然後拿回家 然後他在那邊畫 就亂畫 就一個人在客廳畫 然後我覺得我想在畫我的心情欸 就是我所有的心聲就 就在這段畫裡面 然後不想畫的時候就可能在那邊看電視就是 然後所以我就是看那時候 午後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電視節目 通常都會是那一種重播的 那時候阿信還會重播 而且阿信的重播是一首叫做 就片尾曲是黃毅玲的一首歌 我就覺得好喜歡 那種氛圍都會出來 就那個聲音又出來了 嗯 然後更多時候其實是無事可做的 我就會在家那邊晃 然後在起樓晃 然後在我們家前門口晃啊 然後後院晃啊 不敢去樓上 因為我不敢上去 我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只能夠在一樓活動這樣子 就是有點 就整個人就是 範圍有點局限 那大概就是四點媽媽就回來 所以我三點半的時候就會很興奮 因為我就會開始在騎樓等媽媽回來 然後因為很開心啊 就會想要去嚇嚇她 我就躲在騎樓那種 梁柱的旁邊 就條腕的旁邊 然後想說等媽媽媽摩托車騎進來之後呢 我就嚇! 嚇她一聲這樣子 然後那陣子 就是我後來因為躲騎樓躲太多次了 我媽都知道我會躲騎樓了 然後後來想說 我就玩個把心把戲 然後那時候我們家 好像就是在買一種新的家電用品 就買冰箱 然後冰箱又有一個很大的箱子 把它給蓋住 那冰箱放進去之後 那個箱子通常就是會被那個 就是被喜歡就是 就在固定在收拾回收的那個 阿嬤們就是立刻拿走這樣子 那剛好那陣子那個箱子 就一直在我們的騎樓 沒有被拿走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容器 就是你就可以塞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想說 阿嬤要躲騎樓躲太多次了 阿嬤今天就來躲在那個箱子裡面好了 就是在等媽媽回來再嚇她這樣子 你躲在梁柱的時候啊 你是可以偷偷看媽媽有沒有出來 可是你把自己塞在箱子裡面的時候 你等於什麼都看不到了 你只要在裡面感受那個 四點一到 然後什麼時候四點才到 然後媽媽通常四點五分之前一定會到家門 因為她的公司離家很近 然後我就會從四點到四點五分的這五分鐘裡面 躲在那個箱子裡面 就想著媽媽可能要回來 這是一個很難過的故事 因為我少時候找媽媽加班我都很難過 因為一來是她會很辛苦 然後二來是我可能就要就是又在家這樣子 雖然說我們家很多人 但是就覺得很很 因為可能就是會很很 是個媽寶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所以我就會在那邊 在等媽媽下班躲在那個箱子裡面 然後有時候 我記得躲在箱子那一次就是 我躲到四點開始躲 然後呢 你又不好意思 你又不能說 偷偷鑽出來看媽媽有沒有回來 因為如果你鑽出來的時候 她剛好回來就 就毀了完蛋了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我只好一直把自己塞在那個箱子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等著 五分鐘好像五十分鐘的漫長這樣子 然後後來真的等了超過五分鐘 我就在想說 媽媽今天又加班了這樣子 然後就很難過 然後這時候就默默的從那個箱子裡面 就探出頭來 然後就有點狼狽 因為那個箱子很高 然後我要怎麼跨出來呢 然後就整個就還蠻 有點像小丑一樣 然後默默的離開那個箱子 然後就媽媽加班 然後就自己就開始劇完 做自己的事這樣子 我也蠻常想寫一個畫面 就是 聲音的也好 然後午後的那個 然後夏天熱的那種感覺 好像在我的 在寫作的時候常常是一種很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那種感官的那種 感官的刺激 你會覺得大內是一個偏鄉 你剛剛自己的描述它是一個偏鄉 可能它的資源比較不夠 它比起你在 比如說到善化去或到台南市去 看到的整個世界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又看到一些 其實你對於大內或是 對於你自己居住的家鄉 有一種很濃厚的情感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你對你的家鄉的感覺會是什麼 我記得我好像剛開始寫作的時候 好像是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自己有做了一個部落格 那個已經消滅了 就是已經古代的事情了 然後我那時候 夏天想想那時候真的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那時候就那個部落格 有一個一段描述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叫做大內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是對於這種 自己所生長的空間有一個很強烈的好奇 但是有一個更 以及想要去跟人家分享的這種衝動 因為覺得台灣有這麼多好玩好玩 你很棒的那種風土民情或是等等的這些 然後想要用文字的方式跟這個世界述說 然後那這份情感 其實支撐了我後來所有的寫作 就變成是就是有一個分享的動作 然後有一個我告訴你 我自己就是從自己的內心去講 自己最想告訴大家的事 那個好像變成是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 也很常常提醒自己的 就是寫自己最有感覺的 然後寫自己最想告訴大家的 然後寫 然後分享這樣子 我覺得家鄉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就是 你在我在外面生活 然後就是比如說能量不足的時候 然後比如說有點累了 然後有點覺得沮喪的時候 這時候只要買一張車票 然後呢往南邊 就什麼都不管了 然後就回去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充電啊 然後重新找回最熟悉的自己 在這本書裡面啊 我看到一個就是 小時候的楊富民他怎麼去生活 然後怎麼用他的角度看台南看大內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事情是很有趣 就是比如說你描述到 就偏鄉的小朋友來說 圖書館是不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存在 我一直覺得圖書館是一個很迷人的空間 就是他可能在鄉下地方 但是還是會有一個圖書館在 那通常那個就好像是你最接近世界的一個地方了 因為那裡面會有館藏 會有圖書 會有書 那我到現在都還是很喜歡去各地的那種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圖書館 去看他們的那種就是館藏 因為其實我們所說號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就是其實 邏輯是一樣的 對對對 大就大堅跟小堅的差別而已這樣子 然後可是像在小的圖書館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可能 我們以前已經不太常看到那個書了 或者是他的那個分類 雖然是一樣的 可是會有一些你比較少看到那個版 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書在裡面就對了 那我就很喜歡去 那我小學的時候 圖書館變成是我們跟同學 約見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集合地點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在突然集合 然後要去哪裡這樣子 因為沒有鄉下可能沒有太多 比如說我們在某某 我們大內是沒有路名的 就是沒有什麼什麼中山路民族路那種路 我說我家我們家的地址都很簡單 是某某鄉某某村幾號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我記得簽一些資料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這個地址是真的是地址嗎 這樣子說是是地址 他送的到這樣子 就是沒有路名 你判斷成能夠用相對位置 比如說我們在圖書館的哪裡這樣子 然後圖書館這個空間 我記得是小學的時候 就像剛剛說的午後 沒有事可以做的時候 其中一個選項就是去圖書館 那會吹冷氣 因為那邊有免費的冷氣 然後圖書館有分成能區 跟它會有一個兒童閱覽區 我們那時候只能夠在兒童閱覽區 成能區裡面有一個好像更遼闊的姿勢 在那邊是還沒辦法到達的 那我記得那個兒童閱覽區就是鋪那種綠色的地毯 小時候對地毯也是有一種很奇怪的幻想 就覺得地毯就是一種很高級的東西 就是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地毯 就會在那個地毯上面然後在那邊看書啊 然後就覺得我們好像被放牧的那種羊群在那邊 放生放牛吃草這樣子 在那邊玩 那同學都約在那邊然後寫功課 所以其實我們都還蠻乖的 就是還蠻應該說自己的事情會自己完成 所以我都會自己寫功課啊 然後就在那邊亂看書 可是我幾乎沒辦法看太多 因為有些書我都沒有印象 我只印象看了什麼 漢森小百科啊 什麼威力在哪裡啊 然後什麼十四隻老鼠 一個繪本這樣子等等的書 然後更多時間其實就是在那邊翻滾 那邊摸摸看看啊 然後就耗到四點媽媽回來了 然後就再回家這樣子 然後圖書館就變成是我們的一個打發自己 午後時光的好去處 那暑假的時候就好玩喔 暑假的時候就說 因為暑假的時候 書家作業沒有寫啊 比如8月31號到了啊 就說約圖書館了 然後大家就帶著自己的書家作業來 照書家作業 所以他前面有寫然後還要照他 然後明明是很嚴肅的地方 然後又充滿了好玩的記憶 所以我記得以前就是在圖書館的時候 就太吵我們就吵到像個就是 吵到就被管員就訓斥這樣子 就是太太刮躁 可是那時候讀書館還是很熱鬧 就覺得那時候還是一個 呃在小鎮的那個鄉下地方 可能是一個最讓你覺得 嗯 呃 安靜的地方 嗯 然後給你好多好多幻想的地方 我知道現在都還是很喜歡這個空間 嗯 所以其實台南或者是大內 對富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的養分 因為你有很多文學就是從這裡開始 你寫自己的生活 寫自己的經歷 呃有沒有可能未來你會考慮 以作家的身份搬回去台南住 或者是搬回去大內住呢 然後再認真的書寫你的家鄉 應該是說台南呃還是會想要回去 就是以後有機會的話還是會想要 就是住回去自己最熟悉的那個家鄉這樣子 但是我一直覺得好像呃 台南市對我來說有一種更更 好因為小時候是在鄉下 然後每次只要去台南市的時候都會覺得 好像都是進城的感覺 嗯 有一種那種鄉下孩子要去進城去 所以台南市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很很很現代的地方 然後它可以提供我在鄉下沒有的 所有的那種幻想的一個 一個可以實現的一個空間 嗯 我小時候也會去台南市 每次去的時候我都會 我記得坐在父親的車子裡面 對 我都會趴在那個車窗就是目不轉 就是一直盯著外面這樣看看看看 我覺得就好想要好好把它看得清楚這樣子 嗯 那當然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歷史 非常具有歷史歷史 歷史深度的一個一個城 一座城市 所以呃 與其說想要搬回那邊住來說 他可能對我來說更是一種 還想要好好去認識他的一個 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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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盼這樣子 對 總結來說你覺得家鄉對你來說意義是什麼呢 我覺得家鄉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就是 你在我在外面生活然後就是 比如說能量不足的時候 然後比如說有點累了 然後有點覺得沮喪的時候 這時候只要買一張車票 然後呢往南邊就是向南邊就是 就是什麼都不管了 然後就回去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充電啊 嗯 然後 嗯 重新找回最熟悉的自己 然後 你會在你的家鄉遇到你各個 你可能還沒離開以前的你 因為18歲以前的你在那邊 對 那你回去 你跟過去的自己相遇 但是你也一起又休息夠了 然後就在在在在在在 再出來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充電的地方 嗯 好 今天謝謝傅敏來跟我們聊你的家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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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的 請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